一百二十五 香港商報 高永文 臺陳爆後港審批謹慎 2015年7月4日香港新聞A13 香港商報信 記者馮仁樂報導 韓國過去兩日新增兩宗族清新沙士的中東呼吸綜合症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關注 兩位患者都是首以一間醫院的護理人員 當局會進一步向韓國衛生當局撒取兩名病人的資料 另外 他由相信台灣粉塵爆炸事故後 本港有關政府部門審批類似活動事會十分謹慎 關注韓新增兩宗S高永文表示 自本港發出紅色外郵警示以來 由當地到港後出現熱似病徵的人數持續減少 對於韓國過去兩日分別錄得新增個案 他表示關注 希望了解有關新增個案是早前病發 但情報出現時後 或是最近才病發 因為如果是最近病發個案 本港可能要重新監察 才考慮是否撤銷對當地發出的紅色旅遊警示 高永文又指 韓國因私營醫院競爭劇烈 加上多市民購買保險 估病人流動升高 短時間內到多間醫院求醫 增加病毒曠散 與香港的情況不同 本港前日至早八時為止 分別有二名由韓國回港及一名由中東地區回港的病人 因為出現相關病徵或發燒而需要接受隔離和檢驗 粉塵活動手從安全性另外 台灣發生粉塵爆炸事故後 本港舉行類似活動時的抗傳問題引起社會關注 高永文表示 舉辦者若想在港舉辦類似大型活動時 需要向食環署申請 食環署接到任何申請後 會通知消防署 警務署和建築署等 有關部門會瞭解活動場地是否適合 參與人數有多少 撤退的抗牌為何 使用的救建物材料 例如粉塵這類材料是否有異言性 甚至爆炸性 以及其救火設施為何等 最後才會對這活動的舉辦者發出牌照 他相信經過今次事件後 每個部門在審批許可時會非常謹慎 肯定以參與者的抗傳為一個最重要的考慮因素